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n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相信大家在郵輪公司網站上都留意到 船上的房間是分了很多不同種類 到底這些房中有什麼好有什麼不好呢? 今天這條影片 我想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 船上不同的房種有什麼優點和缺點 現在事不宜遲 我們今天的分享馬上開始 郵輪公司通常會為他們的大型郵輪 分拆十多甚至乎超過二十種不同的房間類別 但這些類別都可以歸納成為四大種不同的房間種類 分別是內倉房、海景房、露台房和套房 郵輪公司這樣細分這些不同的房間類別 主要是想因應房間在船上什麼位置 去離定這些房間的船票價錢 例如你房間離開船中間有多遠 在什麼樓層 離開設施遠不遠 以及它的景觀有沒有遮擋 這些都是分拆房間類別的Factor 亦都會直接影響船票的價錢 今天我影片分享的優點和缺點 就會按四大房間種類去講 現在我們就會由內倉房開始講起 內倉房就是船上那些完全沒有窗 完全沒有露台的房種 它最大的優點就是便宜 內倉房的船票價格就是全隻船上最便宜的房種 除此之外 因為它沒有任何自然光 如果你關燈後 內倉房是會有一個完全測黑的環境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對光線敏感的人 有少少光都睡不著的話 內倉房關了燈後 確實可以令你睡到一覺非常之好 在缺點方面 內倉房最大的缺點 當然就是它沒有任何自然光線 這件事會在某程度上構成一種優弊感 所以如果大家有優弊恐懼症的話 預訂內倉房就記得留意這件事了 除此之外 內倉房通常都會是整隻船上 房間尺寸最小的房種 如果你打算帶比較多行李 或者三個人四個人分享同一間房間的話 內倉房的空間就未必夠你用 不過 如果你是打算得很少時間在房間裡面 例如只是回去洗澡 只是回去睡覺的話 內倉房可能對你來說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到了海景房了 這些就是船上有窗的房種 不過要提提大家 海景房的窗是不可以打開的 這種房間最大的優點都是它的價錢 一般的情況之下 海景房的價錢不會貴內倉房太多 但是客人已經可以享受到一個有自然光線的環境 亦都因為這些房間有自然的光線 住在裡面的客人就會很容易知道到底 那一刻是日照的時間 還是晚上 所以哪怕你是睡了眼覺 或者早上睡醒 有自然光都可以令到你容易起身 缺點方面 海景房 通常都會在郵輪上比較低的樓層 而一部分的海景房 它的景觀是有遮擋的 遮擋範圍可能是少少 去到差不多你整隻窗都遮住了 所以你預約的時候 記得問回郵輪公司那邊 但是 如果你是不太介意你的景觀有遮擋的話 這一種有遮擋的海景房 船票價錢會比較低 可以幫你省不少的錢 來到我們的露台房了 這一種房最大的優點 當然就是他一個可以打開門 坐到出去的私人露台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看著一個無敵海景的同時 享受咖啡 看看日落 那個感覺真的非常之正 除此之外露台房房間的赤寸 一般都會大一點 所以住在這些房間裡面 你都會有多些空間可以用 住得舒服一點 缺點方面 露台房最大的缺點 就是他一個相對高的船票價錢 但是同海景房一樣 有一部份的露台房 都是有遮擋的 所以如果大家不介意 警官有一定程度遮擋的話 選擇這一種有遮擋露台房 可以幫你省錢 就可以入住到這一種房種 到了船上最豪華的房種 套房 這一種房最大的優點 當然就是他的空間 套房比船上其他房種 都要大 有一些會分開睡房和客廳的地方 甚至有一些是分開兩層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設施 例如按摩浴池 桑拿房 甚至是劇院 除了房間size之外 另一個套房客人可以享受到的優點 就是不同的例如 會有優先登船和離船 優先訂購特色餐廳 甚至是管家服務等等 反轉去看 套房最大的缺點 就是他非常之高的價錢 當然你說享受到這些空間 享受到這些例如 這個高的價錢值不值呢 就見仁見智了 最後一樣我想提提大家 關於套房的東西 就是很多船公司都賣一種 叫做mini suite 或者junior suite的東西 其實這個房種 它跟露台房很多時候 是沒有任何分別 亦都沒有特別的禮遇可以享受到的 但是它會用回套房的價錢來計算 會貴很多 所以大家在訂購這些房的時候 記得看清楚 好快就和大家分享了 郵輪上不同房種的優點和缺點 希望今天分享的資料 對大家有用 我自己訂購一個郵輪旅的時候 通常都會選擇內倉房 或者露台房 就看看我的計劃上 多不多時間留在房間裡 而在露台房方面 我通常都會選擇一些 有遮擋的露台房 因為可以用一個比較商宜的價錢 就可以住到露台房 省了出來的錢 已經足夠我在船上吃不同的特色餐廳 Anyways 講到這裡 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給個讚 我分享給朋友觀看 大家在上郵輪的時候 會選擇哪一種房種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最重要當然是訂閱我 訂閱之後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日有新片出 你立即收到通知 今天條片講到這麼多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BBC